Hello,大家好,今天穆sir就跟大家讲一下关于北斗卫星的故事 因为上个礼拜刚刚北斗卫星的新闻就发射了最后一个北斗卫星 你有没有留意到? 有啊 6月23号当时就发射了我们最后一粒的北斗卫星 原来北斗卫星就是由2000年开始发射全球定位系统的卫星系统 一共加上星期的一粒一共发射了59粒全球定位卫星 59粒当中全部的发射率即成功率都是100% 相对于我们现在可能普通民用多的GPS 其实它的准确率是北斗是10cm 而这个GPS最多都是20-40cm 不过呢 通常GPS比我们一般民用准确度只有5米 就是那个定位当中 差很远啊 是的 那其实为什么中国要专门自己去研发一套全球定位系统呢? 嗯 让一些导弹发射得准一点 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 更重要的是我们曾经吃过几次的苦 那今天就讲一下究竟在我们 今次不是讲古代史了 不是讲近代史了 是讲现代史 究竟在上世纪90年代 当时至2008年之间呢 其实我们在这个关于全球定位当中呢 我们未有一个这样的系统的时候呢 我们吃过几次都挺严重的亏 那第一个呢 就是在1993年的时候 1993年的7月23号呢 当时就发生了一件叫做银河号事件 那银河号呢 就是中国的一只船隻来的 那美国呢 当时呢 就声称了自己收到一些情报 就说呢 这只中国的船隻呢 这只银河号呢 就里面呢 就运载了很多化学的原料呢 就由中国呢 就运去伊朗 那这只船呢 当它去到哪个位置呢 去到印度洋的时候呢 就被美军呢 就强行派了两只军舰 和五架直升机呢 就拦截它 要求上船呢 去搜查 搜查 那当然那里是公海来的 那在公海之下呢 其实它本身就没有权去这样做 对不对 那继而呢 那当时呢 那当然我们的银河号上面的船员呢 就不 就是不让它上船 因为这个公海 你有什么执法权力呢 你以为美国是 就是世界警察大了吗 那不让它上船 于是美国人呢 就做了一个很卑鄙的方法 就是删掉那个位置的GPS 所以呢 令到那只船呢 就变成在这个印度洋上面 就变成了一只 就是毛头乌鹰 就是不知向哪个方向走 而因为它 就算你要去救它的话呢 当时呢 中国想派船去救它呢 其实当时美国控制了GPS 全球定位系统呢 它只需要改一改少少的数值呢 你就可能跟那只船 相差几十海里 都见不到的了 在那只船上面呢 经历了大概三个礼拜 完全是失去救援 失去物资的情况下呢 那些船员呢 就只能够靠钓鱼 维持食物 那而船上面也缺乏淡水资源等等的东西 那开始呢 那些船员的身体 就是那些皮肤呢 开始有些溃烂 那所以最后呢 他们当时的中国 没有办法 我们当时弱了嘛 那唯有呢 就给美国人上船 那他上船之后 那他反转 那船都找过了 但是完全没有找到 他那些所谓 要运到伊朗的那些化学原材料 那美国呢 最后呢 当时呢 他都自然呢 拒绝道歉 那理由呢 他就是说 他是基于不同 这个 情报的信任 所以才会采取这个行动 那尽管这些情报 全部都是错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当时呢 我们就发现呢 如果一个国家呢 我们没有这个 自己研发的一个定位系统呢 其实 在这些情况下呢 就变成了玉锤针板上 所以当时呢 很记得呢 联合国的中方的代表人呢 沙祖康先生 当时呢 曾经说 用了17个窩囊 来形容 就是当时我们的困局 就是 非常之气愤 但是呢 又无能为力 OK 那这个是第一次 那第二次呢 就是1996年时期 发生的台海危机 那当时呢 台湾那个所谓的领导人呢 就是我们都 觉得他是一个汉奸 那叫什么名字 李登辉 是啊 没错 当时呢 1995年的时候呢 李登辉呢 就去 访问美国 那当时呢 他都说到 把这个 台湾和我们的中国内地呢 就说到是 两个国家 那样 那就是近乎 只要他近乎 宣布独立 他当时上 他访问美国呢 其实他已经完全是违反 中美三个联合公布 就是 中美建交的时候 所说的 就是 一个中国政策 那另外呢 大放缺持 就是 两个中国论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整个 这个情况呢 都非常危急的 就是 就是当时呢 已经下令呢 就是解放军 陆海空 甚至乎 连当时的 二炮部队 二炮部队呢 现在呢 就已经改了个很清晰的名字 叫做导弹 导弹部队 那其实呢 就是 我们最近 联军的时候 看的那些东风 几个营导弹 那些呢 就是二炮部队 就不用衝到前面 才会一按制 一按制呢 他就 移为平地了 那所有十几万 这些 战士呢 解放军战士呢 已经随时ready 就是 只要李登辉 夠膽宣布独立 就将他移为平地的了 于是呢 当时呢 解放军呢 同一时间呢 也都集结了那么多兵力 在东海呢 就实行这个 实弹演习的 第一次呢 就发射了四枚东风15型的导弹 是跨越这个 台湾海后 那而 而美国佬呢 也都 不示弱的 当时呢 他即时呢 就派遣了他两个的航母的战斗群 一个独立号 一个呢 就是尼米之号的核动力航母战斗群 就来到这里当中呢 就是干扰 那而且呢 当时呢 其实我们觉得呢 如果真的要爆发这一场战争呢 那我们都很吃虧 因为呢 当时他的航母来到之后呢 他也都将他的GPS的干扰 是立即开启 所以基本上呢 刚才你一开始说过 我们的那些导弹呢 要去命中对方的目标呢 我们都要靠定位系统 那而 他立即干扰这个GPS信号呢 其实就是在做这一件事 嗯 所以那一次呢 也都是 就是在我们未正式开始 发射我们这个 北斗卫星系统之前呢 最后一次呢 我们觉得在GPS上面呢 是我们一定要 下功夫 就是一定要去建立自己的全球定位系统 1999年的时候 南斯拉夫的中国大使馆被美国控炸 大家都知道了 GPS的准确度呢 民用呢 他当时呢 就是都可以去到差不多 民用都去到10米的了 现在去到5米 6米了 而军事上面呢 他是去到呢 准确度去30cm的 那怎么会可以炸错我们大使馆呢 声称或者用错地图啊 那当时 1999年的时候 没办法啦 我们呢 就是国家 就是还是很弱啦 所以又是一次 肉垂针板上的事件 那三个 我们的记者呢 和很多的 领事馆里面的人员呢 是受伤 有三名记者是当场死亡的 那这个也是 那就是呢 为什么奋起呢 我们中国呢 一定要发展呢 自己的科技 那而最近最近的一次呢 当时我们已经开始建立这个 北斗系统了 但是当然 未完全建成啦 就在2008年 文川大地震的时候 嗯 那大家都记得啦 那次呢 文川大地震呢 就是八级的 尼克特制的八级的大地震 那所以呢 当时呢 我们就立刻派很多解放军部 就要去救援啦 嗯 那当中呢 因为文川是山区 很多道路就塔坊 于是呢 就派遣这个米141的运输机 就是其实 一架大型的运输机呢 是去运送物资去灾区的 那 刚巧得那么巧呢 美国人啊 又是刚巧得那么巧 好像1999年 那次炸我们南斯拉夫大使馆那样 他又刚巧得那么巧呢 就删了我们 在四川这个范围的GPS的信号 就是那时候还掌握在他们手上 不是 GPS是他们的 是他们的 但是我们当时没有自己的系统 那所以唯有用他的系统 就是用他的系统 因为他的系统 因为他特意知道我们当时 就是国难当前呢 他就刚巧得那么巧 删了我们四川那部分的系统 那继而呢 就导致那一架运输机呢 是失去定位 最后呢 就撞山了 就是死了一点 是的 那运输机上面的那些救援队呢 就全部离难 那所以呢 其实呢 这几次的事件呢 都是导致为何我们呢 一定要去发展自己的这个导航系统 因为呢 其实导航系统呢 就是有些人说 这一样东西 其实 GPS都占据了这么大的市场 我们再做一套自己的系统呢 未必可以有非常大的商业的用途 就是可以牟利 但是其实同时呢 就是 因为大家知道 GPS这个系统呢 在美国人手上呢 掌握他们手上呢 始终呢 对于我们呢 都是非常危险 就是好像呢 我们今时今日呢 大家很多香港朋友呢 就是可能大家在看我们的YouTube 或者是Facebook 等等的东西呢 其实呢 都是掌握在美国企业当中 如果他要杀时间呢 或者要封杀呢 那可能我们随时都 不能够将我们这些正确的故事 声音 发表给大家听 所以呢 大家都可能呢 同一时间 除了我们YouTube Facebook之外呢 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微博 是不是呢 就是我们只是由平民开始做起 当然国家层面上呢 这些国之重器 GPS系统 甚至乎我们现在最近 刚刚就快 应该最近这些新闻 军事新闻都说呢 我们第二个国产航母呢 应该最快可能在下一年 就会下水的了 就是下水可以示意的了 那就是这些东西呢 我们都是说一句啦 我们不是 中国人从来都不是要 侵量 是的 但是我们要做好我们自己的 防御的工作 否则呢 就是就是 列强里道的时候呢 好像我们近代历史呢 我们都没有办法可以去反抗 那今天呢 关于这个北斗卫星的故事呢 就讲到这里 那下次呢 就再跟大家讲其他有趣的中国历史 记得喜欢我们这段影片的呢 一定要like 和comment 和share给更加多的朋友 和按下个铃铛 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